現在找不到醫生 很多大醫院甚至不敢開設兒科 他們的給付也不好 人力也不足 可以說處境是非常非常弱勢的 所以這個都是需要特別特別帶引起社會關注 然後請衛武部也要檢討的地方 也獲得兒童的醫療 兒童的緊急照護這些都 最後那句也蠻重要的 追蹤關懷受創傷者的家屬給予必要的知識 這一點我們覺得也蠻重要的 就是說受創傷的家屬 其實我們等一下後面數字看出來 其實很多得到重症的小朋友很多 死亡的也蠻多的 他們都需要特別的關懷 他們覺得說應該從就醫開始到事後 都應該要有關法的措施 要特別的給他們支持 讓他們走出這個傷痛 來我們看下一頁來 這個地方就案例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邊 到了昨天我們還特別去詢問 就是最新的數據大概是怎樣 到昨天這個前天12月25號 兒童確診有118萬4千多 還蠻多的 118萬 那全國的佔比是13.7 重症有288 死亡的38例 那恩恩小朋友是第一例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都是 都是這個急性腦炎 那當然也有其他的 包括肺炎 或者是其他的疾病都有 但是有很大的一個比例是急性腦炎 那全球大概是這樣 2400多萬 2400多萬 這個是跟大家做採訪 大概這個照片隨個詞 那意見識就是機關職責 我們這個地方就是說機關要發揮他的緊急送醫的 這個擔負這個職責 所以他有很多地方不能夠有效的聯繫 這個應該要檢討 我們剛剛看的也是一樣 你看這個從頭到尾 這麼冗長的程序 這麼多通的電話聯繫 這麼多的關卡 其實也可以說關卡 我剛剛算了一下大概 大概有八九個關頭 恩恩媽媽打電話進來 然後119又開始去聯繫衛生單位 119也去聯繫了這個醫院 然後好不容易找到的衛生單位 衛生單位還要去聯絡醫院 醫院內部還要再協調 協調之後要回復給衛生單位 衛生單位在通知消防單位 消防單位在通知這個 當事人說我們準備要去 要去救護車要去收治 然後要通知給消防消防分隊 消防員要給他派車 所以這個一下下來 他們都將近十個過程 每個過程耽誤個幾分鐘 那一下來就不得了 這八十一分鐘就這樣來的 一關一關的卡關或者是聯繫 然後不斷的重複什麼什麼 各自的詢問 然後就這樣 然後一下子一個多小時之後 然後我想開始派遲了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應該要檢討 這些改善這些執行院的相關問題 然後避免這些 這類的事件 以後還持續在發生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立刻就有了改變了 馬上這個案件 大家的關注之下 改變了很多執行 不管是送醫也好 然後救治也好 這些都做了一些改變 總算 我們的最後處理的方式 就是一到二是糾正 接口改進 那我們接下來 是不是大家上來我們這邊 每個委員在做一點陳述之後 然後大家來跟我們指教 好 謝謝來 好 來 那個 很感謝大家 今天大概都不關注這個案件 這個案件我們其實在整個調查分裏當中 我們其實也感受到的社會 想要關注這個案件 那 這裡面 引發了一些社會方面的爭議 我們覺得其實看得很不捨 也覺得不應該是離職的發展 這個明明是一個很單純的一個案件 好 那 其實我們透過這個調查分補可以看得出來 好 那 行政機關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確實都有 應該給予糾正 或者是必須要監討改進的地方 表示說 恩恩小朋友確實 在這樣一個處置的狀況之下 沒有得到很迅速 很好的立即的處理 我們真的覺得很不捨 所以我們給予糾正 我們要求他們監討改進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認為有一些社會的一些紛擾 或者是爭議 或者是非常情緒性的 有一些批評 恭喜 那些我認為都非常不好 都非常不好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 每個人應該基本的有一些慈悲心 那看到這樣的事件 我們即使無法有同理心 但是我們也要有不忍人之心 看得這麼不敢 一個這麼可愛的小朋友 過去好好的 然後 但是發生的事情 發生的事情也是因為是病毒的問題 當然其實面對的病毒很嚴峻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全球性都有一個狀況發生 所以我們覺得大家應該很平靜的 回歸到事實的整個還原真相 大家來考論 然後 一個好的處理 好 那我是覺得 政府單位也好 或者是 社會大家可以行使 我們有一個怎樣好的方式 來做一個處理 好 好 我們先這樣開始 拿到來起 好 好 岳道法委員 我想剛剛趙委員已經說明了非常的詳細 好 我只有繼續做一點補充 那恩恩緊急送醫案 這個很明確的來講 就是家屬遵循的政府的防疫政策規定 卻沒有辦法獲得有效的兒童積極醫療救護 尤其是在調查意見當中也很明確的指出 新北市政府的消防跟衛生機關 因為沒有辦法整合的去和屬的辦公 影響了這個橫向聯繫的效能 進而衍生了這樣的一個 引發一個政府失靈的效應 那事實上這個一連串的過程 我們認為也已經違反了兒童就立公約 包括我們國內的相關的法令 兒少權益保障法 很早我們在2011年訂定的兒少權益保障法 就明確指出交通跟醫療相關的公民事業機關 應該要有提供兒童跟孕婦優先照顧措施 那地方政府如果遇到兒少有立即接受 醫療的必要人為就醫的時候 就應該要做必要的緊急的措施 所以相關的法律規定都已經明定兒童 健康照顧優先權 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這個責任 來維護兒童緊急醫療照顧的優先權利 但是很遺憾 國內在相關的緊急醫療標準作業程序當中 多半還是以成人思維來做設計 進而擴張運用通用在兒童救護指引 以至於未能體現出兒童醫療優先權 跟兒童這家利益的考量 導致今天恩案這個漢事發生 所以我們在調查報告過程當中採用糾正 希望透過恩案這樣的一個沉痛的案例 來引引為見 那恩案事實上是剛剛已經有講到 是全球首例兒童 因染疫而引發腦水腫致死的案例 臺灣的相關在今年4月進入社區傳播 剛剛其實我們調查當中也看到 臺灣疾管局的疫情指揮中心公布資料裡面 我們今年1到3月兒童死亡 並沒有相關的重症跟死亡案例 確診累計有156例 也佔全國確診案例11.7% 相較全球來講也不算非常的嚴重 一直到恩案發生之後 到目前為止大概是確診案例13.7% 重症人數288例 38例是明確死亡案例 所以基本上來講 因為這個也是因為恩案的關係 所以我們發現到說歐美沒有這樣的現象 全球在公會系統也沒有特別監測到兒童 因為染疫而重症死亡的狀況是臺灣第一例 因為透過媒體大量的報導之後 大家關心也引起了臨近的日本重視 日本其實在7月的相關的這樣的一個監測機制裡面 也因為臺灣恩案的報導 所以他們加強相關的監測的力道 所以他們的染疫的重症死亡案例也比臺灣多 但是我想這個案例當中也的確讓我們看到 這是一個正向的一個發展 雖然是漢市就是對臺灣跟其他國家防疫體系 帶來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要重視兒童作為醫療照護的優先的主體性 這件事情 所以衛福部在這個案子之後 也立即去放寬自行就醫條件 也正式的發布COVID-19 兒童病例居家照護警訊表徵跟緊急送醫條件 還有發布相關的一個指引 甚至我們在月群相關專家學者意見當中 他們是一直持續性的 從4月到5月到6月不斷的在開會 在非常忙碌的當中這些兒童急重症的醫師 不斷透過平台會議在溝通能夠精進相關的措施 所以我想調查報告雖然沒有辦法 一定能夠完全誇慰到恩恩爸爸媽媽的傷痛 但是真的是非常深層沉痛地提醒我們 臺灣社會 國人 包括各級政府 兒童緊急醫療權的優先性跟重要性 疫情還沒有結束 我們還是希望各級政府能夠借進我們 這個案子 引引為見 持續去深入檢討緊急送醫過程當中 所凸顯的兒童緊急優先權的 這個照顧的這樣的一個措施跟政策 尤其衛福部更應該優先超前部署的去檢討 兒童相關的權益政策的專責單位同酬機關 是不是足夠來應應疫情下的這些兒童權利的 這些措施跟照顧 那權責單位也應該要追蹤這個相關的家屬的這個 床上給予必要的支持 以上 好的 謝謝我們葉委員 來 我們請蘇立雄委員 好 我想剛剛我們兩位委員講得非常清楚 那我這裡大概做個三檢的補充 基本上這個案子我覺得在處理過程當中 我們確定在行政內在同理心這一部分的演練跟加強是有必要的 因為我想相信家長的要求都是合情合理也是合法的 那我們在這個溝通過程當中如何真實的回應他的需要 回應他需要的資訊 這點非常重要 所以為什麼我們對他們以製造一個好像他們消防中心非常混亂狀況的一個演練 這一點我們很不能接受 好像一個家屬也不能接受 這是我們覺得是在處理過程當中的同理心 是應該排他第一位 那第二個我再說明一下就是說 兒童的醫療的救護呢 坦白講我們剛剛提了很多在這個恩案之後 雖然在很多的處理作業流程 甚至於對急性腦磨疑的認知 也做了很多專業上一個討論 但是那後續我覺得還是很多努力的空間 我們在諮詢委裡面提到我們對台灣的兒童的醫療的優先權 確實有舒服的地方 在健保的幾乎當中我們專家學員都提到 我們兒童的占能口數大概兩層 可是健保的支付不到一層 另外在緊急救護裡面我們有初級、中級、高級 但是對初級的救護人員訓練 兒童有關的救護訓練只有一小時 中級只有兩小時 高級雖然提升到八小時 可是大家可能這恩案 你們看到兒童生命的脆弱性 所以整個訓練是不足的 所以我們希望除了你補緊急訓練 救護的送醫程序 做完整的補救之外 希望在醫療這個部分 能夠再加強各方各面的訓練 不是從醫療層面 在救護層面的一個專業訓練也要再加強 那第二個我想說的是 聯繫效能這一關 就我自己在行政機關的聯繫上面 我真的很不解 就是說為什麼這聯繫過程當中 讓基層同仁就是要忙於這樣聯絡來聯絡去 就是聯絡不上 那以前我在地方政府的經驗是 我們會授權給基層同仁 加上你聯繫到一個單位 有困難一定要上報到局所長 讓局所長直接趕快去互相做聯繫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緊急狀況當中 應該長官要充分的授權基層同仁 可以直接打電話報告他的首長 讓首長跟首長直接去做最好的聯繫 這個我們也希望彌補起來 因為不能再靠基層這樣互相聯繫 但最後我還是說明一下說 我們政府在座施政當初要明時相符 加上新北市大家可以看報道 提供有防疫的派遣中心 提到說派遣中心可以依照病情的輕重趕快送醫 可是實際上我們去訪查實地上過他們的資料提供我們 其實當初的新北市防疫派遣中心 只接受衛生局指定要派送的個案 所以剛剛我們趙薇也特別提到 在這個防疫派遣中心在N案之前 他本身沒有接受任何民眾來自民眾請求的 這個送屋的一個需求 他接受的指令是在衛生局已經是確定個案 要送一個這個個案當中 所以我覺得當初在宣傳這個防疫派遣中心 給我們想像以為是這個中心有非常大的權力 只要是個案進來他都可以送到要送的單位 可是在實際上我們看得到 確實在這時候可以依過程當中 衛生局是才是主要下令的單位 消費局只是護送的單位 那這樣的臨時降 我的部分我覺得是非常要讓行政同仁 都是要非常警戒在心 對外宣布不要給民眾過分的想像 但是沒有達到那樣的夠功能 以上幾點補充謝謝 好 謝謝 那大家我知道都很關切說 我們這個發布的時機是怎麼樣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案件從六月底議案之後 我們其實就有很冗長的 很繁複的一個調查的過程 剛剛我稍微跟大家報告了一下 那包括處職的單位也很多 那所以我們大概也是到十一月底左右 才差不多完成 大概大肆完成 那這過程當中我們當然 我們也好多調查委員 跟調查委員 確診的狀況也有發生 所以如果是在上個月就起 其實是來不及的障礙 所以到十二月起 其實時間正好是差不多 整個調查告密段落 或整個調查報告的書寫撰寫 都完成了 所以這個月才完成這個報告 那大家也關切說 我們這邊有周正但是沒有談 我們覺得這個事情是 在疫情期間 確實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和忙碌 不管是消防單位也好 不管是衛生單位也好 他們也都有確實在做 他們應該要做的事 當然有一些狀況的發生 我們也不能夠完全的苛責於他們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其實都很有共識的覺得說 我們不用做到要彈劾程度 但是我們會好好的來追蹤 相關的糾正的意見跟檢討改進的部分 是不是有確實的落實 其實我們也看到說這個案件其實 在發生案件之後 其實立刻就做了很多的改變 這些改變都是正面的 都是有效的 所以我們看這個數字來看的話 大概四月五月六月那個時候是比較高峰 過後 現在下來就是逐漸逐漸趨緩了 尤其是重症跟死 我們的案例少了很多 那表示在這裡面 專家學者也認為說 有發揮一定的效果 那不要說剛剛在葉委員談到的 其實國外也在學我們的經驗 謝謝大家 我們來聽問的話 好 想問一下 因為這裡面桌正裡面 櫻北市桌正的 櫻北市桌正的 櫻北市桌正的第一項 在第二項 櫻北市桌正的三四五六這樣的東西 然後想問一下說 這兩個單位 到底誰對恩恩這樣子的延後八十五分鐘 受逼誰負的責任比較大 比算他多少 那另外裡面之前 在曝光的時候 有出現一個情況就是說 好像是衛生署的人員 在打電話給人家說 恩恩媽媽很急 好像有嘻笑聲 我不曉得說你沒調查過 他說有沒有發生說 新北市的這樣子的人員 在聯絡的時候 有這樣子嬉笑的這個情形 謝謝 好 謝謝 我想那個錄音檔當中 其實也沒有說 到達說有嬉笑或什麼 那個狀況 我們覺得那個是 這個不能從這邊就去判斷說 他們的態度各方面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不管是在消防或者是衛生單位 他們都很努力的在聯繫 這個相關的一定要有的一些程序 比如說聯繫醫院 比如說消防局 要找衛生單位的人 這樣 那也不斷的跟家屎 在保持聯繫 然後教導他一些 在家裡面 這個緊急處理的狀況 所以這些 其實我們從整個藝文裡面 整個那個錄音檔裡面 其實看出來是這個狀況 那但是我們 直接看藝文 對 直接看藝文是如此 沒有 沒有 直接聽到 有 我們也有聽 我們也有聽了 沒有 不至於說那個狀況 不至於含他 當然他就有說 怎麼說 等一下再進線 叫他等一下什麼 那個是有 那個是有 叫他等一下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他們沒有經驗 剛剛那個蘇維也談到 你都訓練不足 他不知道說兒童的 這個緊急的狀況的時候 發生起來是很快速的 那這個有時候是 根本是觸不及防 那個我們那個 我們的諮詢專家有談到說 也有案例 那個送到了某大的 醫學中心的醫院去 然後還在後診期間 那個小朋友就 就這樣子就走了 所以這個情況都有 都有 我們的數字裡面看出來 這個兒童確診 然後引發的這些相關的病變 然後發展得非常快 像恩恩這樣的狀況 大概有二十幾億是如此的 所以恩恩是第一件而已 後面還有很多 有二十幾件 也都是這樣的發生 然後也都是變化非常快的 那至於責任的歸屬 我們很難去說 當然找不到人 我覺得衛生單位是比較需要檢討 為什麼找不到人 然後但是第一線的同仁 他們有沒有窮擊各種方法 我覺得蘇維也談到說 他有緊急電話 他到底也會用 到底也會打 他有LINE的群組 那即使他們也會上報長官 那這一部分 我是覺得他們可能在那個 第一線緊急處理的時候 可能沒有這樣的危機一時 大家可能也不曉得說 事情會演變成這麼嚴重 那我想這個時之後 大家就學到了教訓 所以後來就是 有很快的處理方式 第一時間最快的處理方式 然後針對兒童 特別的要保障 特別要保護這樣 所以這個責任 我們就很難去區分說 誰高誰低誰多誰少 那好所以 簡單補充我想 最重要的應該是 比較大的問題是應該是 商房跟衛生單位之間的 很像聯繫上面 有一些重複性的地方加入的狀況 那它不是一個肉結的問題 而是可能在剛剛提到說 打電話找到人這個部分 可能有一些狀況 我們本來以為是 他們真的有人下班嗎 後來調了相關的出勤資料等等 而且他們都是on在線上 有太多大量進線的狀況 因為當時的確是剛好疫情社區 大傳染的爆發的時候 那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在調查一下 都講得非常明白 應該是要採雙軌制 就是說應該優先派請救護者先著裝 因為你著裝防護一段時間 你要先stand by 然後另外你就要趕快聯繫 提起衛生單位來指定後送醫院 這雙方合作 所以才會有我們的諮詢 專家建議說 在這一種緊急特殊大傳染的狀況下 應該要消防跟衛生單位要合屬辦公 讓他們的協調 合上協調元氣可以做得 發揮最好的行政效能 所以我們講到它政府失能的效應 引發了這樣的一個政府失能的效應 是在這裡 所以我想規則特定的單位 也不見得公民 但的確在小小細節上面看到說 如果根本當時是在同一個 合屬辦公的狀況下 能夠很快的協調元氣整合 分流處理 然後甚至雙軌並進 因為重要的事情都講得很清楚 你要雙軌並進來處理 就會減少這樣的一個問題發生 不經案件 今天這麼多人觀念 但是在新北市的市長方面 不只要監察院針對他們的一些行為意見 是不是造成他的內部下面的這些人 沒辦法好好地進行 那這一部分監察院是譬如 約巡新北市長 謝謝 好的 整個約巡過程當中 我們第一次是新北市的副秘書長 也是現在的副市長有來 後來在最後的約巡的時候 最後的一位就是新北市的副市長 所以市長我們是沒有特別的約巡到他們 派他來 派副市長來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過程當中 新北市是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好好地檢討 所以我們針對他的部分蠻多的 從四五六七都是修正 另外有兩點 這個八跟十都是請他來檢討改進 所以這一部分 我是覺得當然市長 基於是要負總體的責任 當然應該要去好好面對 當然同時也要深自地去檢討說 以後怎麼樣不再發生類似相關的實現 能夠做得更好 所以我是覺得他必須要承擔 發生的事情就是一定要面對 當然這過程當中 紛紛擾擾 然後之前又有選舉的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會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我想希望就是在已經選後了 也是新的一任的開始 相信這個報告能夠 是有正面性的 是有建設性的 也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好的 新的和諧 我是覺得剛剛我們幾乎也談到了 這個恩恩爸爸 恩恩的家屬 他們的要求其實是 應該是蠻合理的 蠻正當的 第一個他有一些質疑說 時間為什麼拖那麼久 是不是有延誤 然後他想知道整個過程的真相 我覺得這個我們同理心去看 不管是任何人 如果發生在你身上的事件 可能都會有當下方 那至於後來的演變 那造成有點爭鋒相對 或者是媒體的網路上面的一些 推波助瀾 我認為這個是很遺憾的事情 我們看到有些很不理系的 或者是這些不好的用詞用 或者是這些 或者是很不理系的 很惡毒的這些 我覺得都很好 我們覺得這個 這個希望大家能夠 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那恩恩小朋友 我們一直覺得 我們在討論之前覺得說 他真的是做了故衛天使 故衛小天使 因為這個案件是第一例 那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大家的關切 然後就做了很多的檢討 做了很多的改進 那也有個促使 這個以後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會更加的周旋 能夠造成更多小朋友的權利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積極正面性的 我們也應該要好好的這個 這個懷念他 好好的感謝他 謝謝 謝謝 同事長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其實他可以更 對恩恩嘉許 可以更有溫度一點 在金山小編案的時候 我想第一時間他也接受了 這個小編的爸爸 他也請大家去問候 給予寬慰 給予安慰 那在這個案子當中 其實恩恩小朋友是因為染疫的過程 發生這樣不幸事件 我覺得他作為一個新北市的大交長 他應該要更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溫度 來擬平那個爸媽 突然失去自己的愛子 那樣的一個沉痛的心情 那所以因為可能洪市長 第一時間在這個溫度上面 沒有那麼的充足 我覺得 剛剛蘇緯剛講說 很多的處理決策上面 也要授權第一線人員去處理的時候 除了指令無缺 另一部分本來更有同理心 那這個同理心是施政 團隊有上到下 都要一起來展現跟面對 即使面對了恩爸後來的這個國賠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事件 那我想恩爸也不是第一時間 就是想要爭取國賠 他大概也是走到後來 他覺得他想要真相一直看不到 也不過就是一塊錢 那事實上遇到這樣的狀況 越有爭風相對的時候 作為大家長應該更能夠去出面來 做相關的這一些條件 然後去盡量能夠不要讓社會的輿論 一直被帶風向 然後甚至對家屬造成這種二度傷害 3.8這樣的狀況 就是不樂見 所以我只有個人的感覺是說 董事長可以再更有溫度一點 那可以讓恩公爸媽真的 在這個後世代值的過程當中 他知道恩恩案對整個台灣兒童優先 緊急救護的優先權 對這家裡做了非常好的一個提醒的作用 但是不能透過犧牲生命 我們剛剛都少指化了 我們希望真的讓將來在這個案件的影響 可以再更有溫度一點 我這邊想再講幾句話 因為我跟侯友宜市長 我們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交集 就是健康又是有發生火燒牛奶車事件之後 成立了禁捐我們交集經會 創會的時候 我們是立法院的代表 也是董事之一 那侯市長在那個時候 他在警戒服務 那他是家屬的代表 因為他的兒子也在車上 也是發生了事例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針對這個事情 他應該是很有感觸 都是上司的最自愛的兒子 所以我有去問那個議員說 這個市長有沒有跟這個家屬見面 他說都沒有 始終都沒有 我是覺得其實 如果是作為一個議事之長 總負其責的話 那我是 當然我不能以那個監察院 或者是這個報告的這個身分去講 我們只是